红颜色 先想把我的牙齿清洁一下 然后顺便给大家测评一下 电动牙刷 然后我收到了两款都是You smile 一款是这个粉红色的 非常少女的一款 然后还有一款是这个大理石 我觉得应该很多男生 或者说很酷的女孩子 都会喜欢这一款 然后最近呢 这两款也有在做活动 8月8号至8月9号 是整个淘宝的一个年终大理石 大家看一下我最老的一款 Oralbead 你看非常年代感的这一款 其实我用了很久了 大概也用六七年吧 这个类别来讲的话 比我们传统的毛刷时间 是用的很久的 你只用不停的去买那个剃头 Oralbead这一款呢 它的问题主要是 它的插座头 如果你没用过非常的大 而且我觉得每次放 就显得很脏 就不好清洗 然后再一点就是 它实在是太重了 然后每次震动的声音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 需要改革换 这款粉红色的 真的这个颜值真的 我看到都觉得 好少女心哦 就是有二把可以撒 就是一年之内 你都可以换新的 哇哦 是不是很美 这个套盒 套盒呢 是一个牙刷 配两个牙刷头 而且它都有小盒子 包起来 所以就非常的卫生 非常方便 可以带出去 树纹的造型的 真的好好看 然后它就不是那么重吧 这个充电头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因为它充电头就是这样 抠开 人性化 这一个USB的 应该是Type-C的吧 就可以直接充上 Slyle的产品啊 如果你充电 充了三个小时 就可以用半年 就不像ORALB的 就是你要一直充 每天都要放上去 然后拿下来 所以那个充电 做的特别的脏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款真的是晚报 它这个你们还送了一个 席带的一个袋子 也太好看了吧 你这些洗漱的 就可以带出去 而且都是防水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然后把这个头子拆开 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分这种 比较柔和的这样的刷头 它的毛就相对来说软一些 还有这个清洁度比较强的 它的尺都很分明 它采用都是那个杜邦的刷头 就我们日常用的这种小刷子 其实根本就刷不干净的 首次用牙刷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牙印有点出息 但是用习惯了之后 其实你都不会觉得那么卡牙 因为我们用传统那种牙刷 它震动不够 其实很多细节的地方 它是刷不干净的 所以说我觉得电动牙刷 这一块的话 它这边性价比也是蛮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三个档位 就分别是清洁 美白 还有呵护模式 如果你是之前没有 体验过电动牙刷 那你先开始可以从这个Soft模式开始 但是你如果是牙比较黄的这样的小伙伴 你可以试下美白模式 然后基本上清洁模式的话 我觉得就日常来说就看一下这个颜值超高的大理石款 我觉得除了刚才那个非常少女款 这样很多男生都可以用 然后把它打开 也是这个样子的 像本书一样 然后也是一年免费保修哟 然后这个其实它就是比少女款 这个粉红款要多一个头子 它也是一个牙刷的一个机身 配三个头子 它做的就是更加我觉得人性化 就是这个充电的 它的充电呢就是这种 可以拉出来了 就是你出去的话就很方便 这个充电头可以给手机充 可以给电脑充 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非常有质感 然后就是这种大理石状的 然后它下面的充电的呀 也是可以拔开的 所以都是没有问题 里面呢大理石款呢 里面有三个刷头 分别是这个清洁款 然后美白款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是可以刷舌苔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牙齿的状况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不算太白 但是也有一点发黄 实测一下牙膏是这个牌子 因为这里牌子呢 就是就是它是脱敏的 就开始刷牙 这个效果呢我觉得它的声音 正感比Ora比较小很多 但是它轻轻淫暗 它就开始震动了 就是正感还比较小 就不是那种有点像噪音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做的也是防水的设计 所以说你就不用担心说 它是不是泡在水里会怎么样 所以都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很推荐的福利给大家 就是大家使用评论区的优惠券 加上淘宝的年终大促的优惠 你会以超低的价格买到 基本上应该算是Usmile全年最低价吧 可以买到这两款非常好看的牙刷 下一条动态抽两个可爱的粉丝 来评分这个牙刷基金送给你们 现在呢我的牙齿已经完全的刷干净了 给大家看一下 做一个互动 下来挑选一款适合去约会的女友色 在座的绅士们 你们如果送这个红底鞋 这个牌子的口红给你的女朋友 给你心爱的人 或者是说给你正在暧昧的对象呢 我觉得她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因为就算这个口红不好看 但她的盒子是不是很好看 OMG这个颜值是不是很好看 在座的绅士们注意听 绝对百发百中 说得很夸张了 因为女生就算这个颜色不是那么适合 但是你看这个颜值 这个盒子就很适合摆在家里 颜色的这一款吧 你们觉得合不合适 这是第一款颜色 大红唇 然后这就是第一款颜色 我觉得应该算是直男色吧 你们觉得这个颜色怎么样 配不配我今天的衣服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款 第二款呢 挑了一个金色 哎我都没有拆过 也是这种红的 像西游色 但是也不是那种很正的那种橘色 就是偏有一点点西游水果色的感觉 你觉得这个口红更适合出去约会吗 现在呢我要试一个这个颜色 我不知道这个颜色直男们懂不懂 就是这种很乌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也是好看的 不知道为什么是紫紫的 I'm sorry 我之前说错了 这个颜色应该是偏豆沙色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种偏豆沙色的颜色 就感觉攻击性好像没有那么强了 再给大家试一款颜色 就是粉红色 这是我之前很喜欢的粉红色 哎其实我觉得粉红色好像也不错 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粉色就写的人好年轻啊 不过也没有年轻要拿去 反正我已经40多岁了 我开玩笑的 我要声明我是开玩笑的 哎其实我真的哪有40多岁啊 只是看起来老阿姨 其实真的只有20几岁好吗 真的是 我每次看到评论我就 不过我知道你们可能是开玩笑的 这就是粉红色的感觉 然后呢我就小试了一下这些颜色给你们看 如果是七一行人节的话 我约会我会穿成什么样的衣服给大家看 这就是我约会穿挑的衣服 就是一件蓝色的这种 哇有衣服 就想出去穿的漂亮点 尤其是约会 配上一个好看的妆 然后想穿的比于说性感一点 其实我觉得在城市里还蛮难的 因为如果你穿的太贴身啊什么的 就很容易被骚扰 所以说如果穿的好看的话 想穿的好看一点的话 想穿的性感一点的话 一定要跟朋友一起出去 然后至少旁边有朋友 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 因为现在还是要注意安全 今天呢主要想大家陪我一起去挑一个适合出去约会的口红的颜色 那告诉我你觉得你心目中的女友色是哪个颜色 再就是给绅士们一个很好的建议 真的 送口红 不然就送大红色 选一些颜值高的牌子啊 就像这个牌子 就是 它的盒子就很好看 然后打开也很好看 口红的造型也很好看 这三点我觉得就已经很了 小伙伴们 这次视频就这里结束 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 都希望你们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by bwd6